事实上在西非的伊波拉疫情依旧严峻 一位到西非服务的美国志愿医师是不幸感染伊波拉 目前是病情危急 而跟他接触过的10名医务人员也都被送回了美国 目前在西非感染伊波拉的人数还有2万多人 美国马里兰州国立卫生研究院表示 感染伊波拉的美国志愿医师病情恶化 星期天与这位医师在狮子山有过接触的 10名美国医务人员被送回美国 目前都被隔离监测 以防万一 这位没有透露身份的临床医生 自愿到狮子山的伊波拉治疗部门工作 在这期间感染上病毒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 美国德州曾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护士范妮娜表示 即使已经治愈 人留下许多后遗症 包括掉头发 失眠等 另一名伊波拉幸存者瑞德伯也自称经常神经疼痛 专家证实伊波拉治愈者将面临长久的健康后遗症问题 伊波拉致命病毒已经在狮子山 赖比瑞亚和几内亚这三个西非国家 造成一万多人死亡 自从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疫情以来 至少有两万四千三百四十人感染 他是20岁的狮子山短跑名将吉米托伦卡 参加大英国协运动会却被发现流落伦敦街头 原因就是他在运动会期间 接到全家人死于伊波拉的噩耗 吉米托伦卡的故事引发外媒议论 关注全球防疫脚步 是否能追上疫情蔓延速度 清唐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